第18题,小一利用相同的方法,以绿色透明宝特瓶为材料制成照明装置 若他计划将宝特瓶底部贴上蓝色玻璃纸,使室内容照蓝色光线,以营照海洋气氛 下列哪位同学对小一的计划成功与否的推论,比较符合科学原理 我们晓得RGB红色绿色蓝色是光的三原色 如果我们用的是绿色透明宝特瓶,那么光照过去的时候 只有绿光会通过,其他光线会被吸收 而蓝色玻璃纸也是只让蓝色光通过,而其他光会被吸收 所以光线穿过绿色宝特瓶之后只剩下绿色,那么他就无法通过蓝色玻璃纸 所以我们第18题问我们说 下列哪位同学对小一的计划成功与否的推论 比较符合科学原理,我们答案选的是猪、小花 无法成功,只有绿色光可以穿过宝特瓶 但无法穿过蓝色玻璃纸 所以会几乎没有光线通过 根本开箱以来 直接来这些人 都 openedchau 召聘 liegt